怎么啦老婆 我刚才去上厕所了 没听见 没什么 我给你端了汤 烦死了别停啊 难道上一回梦的 赶紧过来去 那我先去忙了 等晚上回家 再找你 麦总 麦总 您刚才想宣布什么事情 我还是想和汪总一起跟大家说 我们去他办公室吧 这不合适 麦总 这不合适啊麦总 这不合适啊麦总 只要进去之后发现 看来锁住了 没关系 我带了钥匙 你们 老婆 老婆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你 这不合适啊 这不合适啊 素素 你们看什么看 别看了 你们看什么看 滚 别看了 太多了 麦总 麦总 姐 你听我跟解释 别壮了 我不是瞎子 我早该看到你的无耻下见 无耻 那哪比得上你跟你爸呀 怎么 想打我 你打呀 把我打疼了 姐夫可是会心疼的 打你脏了我的手 麦琳姐 你得意不了几天 现在整个集团 还有谁把你当麦总 各个部门 都是我跟姐夫的人 你以为搞一个 小儿科的桃色新闻 就能把我搞臭 别着急 这才刚开始 就凭你 小心别把命赔上 老婆 你没事吧 世明 苏西 苏西他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看什么看 滚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本事 没想到是这么低劣的手段 你还想污蔑 闹够了呀 马林锦今晚就会死 别乱了计划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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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让我恶心 你看这么快就传到网上了 这才十几分钟 我放量都过忘了 听说了吗 麦总还怀着孩子呢 全公司都知道了 那对狗男女 真不是东西 就是 早晚早报 小三不得好死 苏总 苏总 接着说 苏总 对不起 怎么不继续说了 刚刚不是挺能说的吗 你们俩马上去人事部办离职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凭什么你说离职就离职啊 凭我是总经理够不够 你们俩是不是钱再费也不想要了 董事会早就决定了 要把你开了 你还在这摆谱呢 真是搞笑 走 就是 一天到晚药物扬威的 汪总 苏总 今天的会议 是由董事会临时决定召开 由我代表董事会 向二位问责 岳副总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吧 这是董事会 多数投票的决定 苏总如果对公司的决定 有疑问 法务部就在隔壁 今天的突发事故 社会影响极差 导致公司股价跌停 如果不及时挽救 明天不知道 还要损失多少 有话直说 为了及时挽救公司的声誉 董事会一致决定 请两位主动辞职 公司会保留你们的股份 是不是麦令警 让你们这么干 给我设计 想把我吸出去是吧 苏总 不再强调一次 是董事会的决定 岳副总 这次事情 我跟苏总 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阻碍 但是把我们两个开掉 公司的股价会上涨吗 我看未必吧 公司只会损失 两位经验丰富的管理层 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就是麦令警 给我们挖的坑 汪总 董事会确实还准备了 另一个方案 如果你们两位 在媒体发布会上 公开向社会道歉 并得到麦总的谅解 那么董事会 可以考虑 保留二位的职务 你做梦 苏总 董事会是不会陪你过叉叉的 小心 小心听我说 你到底要凭我几次 滚 我有什么办法 你有的权吗 要求麦令警自己去 我就是死也不会去求她的 那你就等着被董事会开掉 麦令警做梦都会消息 小夕 你就这么甘心被她骗吗 她可以演出一副好姐姐的样子骗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没有让你真求她 逢场作戏而已啊 咱们都演了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这会儿糊涂了 是啊 都已经演了这么多年了 小夕 别演了 留着你的眼睛跟麦令警去演吧 那你这是同意了 老婆 对不起 我一时糊涂做出这些事情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们这个家 更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我求你原谅我 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苏西 跪下给你姐道歉 苏西 跪下 爸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不配当你的孩子 我就不配做个人 对不起 爸 爸 我知道错了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你能不能帮我求求姐姐 让她原谅我行不行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对不起 不说了 不说了 都过去了 姐 对不起 姐 天塌下来 你也是我的妹妹 毕竟 我答应了爸爸 要好好照顾你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真的能原谅我吗 我可以急往不救 但你要知错就敢 能答应我吗 我保证 我保证 我一定答应你 不说了 不说了 姐 我可以自己面对 但是 我真的很害怕 她们所有人都在骂我 她们都在让我去死 我陪你去 真的吗 姐 从今以后 我愿意接受全社会对我的监督 做一个好员工 一个好丈夫 在未来做一个好父亲 在此 我恳请全社会对我的原谅 我希望大家相信我 监督我 我也恳请大家的监督 我最该道歉的人就是我姐 我最该感谢的人也是我姐 我很感谢我姐昨天原谅了我 我一定会用我的后半辈子去报答她 麦女士 我们观察到昨天麦氏集团的股价大跌 市值蒸发了一个亿 请问你是真的原谅你丈夫和你妹妹出轨的事吗 还是迫于董事会的压力 才出面做出和解 我姐 我姐昨天晚上已经答应原谅我了 我现在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 姐 我对天上的爸爸发誓 我一定会痛改前非 你对得起我爸 你对得起我吗 你们两个 另有我听不见 欺负我是个残疾 欺负我是个孕妇 你们两个干的那些肮脏事 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 这太记得了 我 从来没有说过要原谅她 我也永远不会原谅她 都是她们逼我来的 你这个天啊 我天哪 你不信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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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认身迹象 事管婴儿本身就很脆弱 加上认身早期 很容易流产的 这不是苏总 whisper 胡小三来的 齙 客人 女生 拿起手 拿起手 Now I'm warm 太力了 糞糞糞糞糞 idle 真是 7 xem 真的苦了 我的天啊 坐 找我来干嘛呀 计划能行动了 行动 昨天搞出那种事情还不够 今天又闹出这么大洞 你让我怎么行动 那你说怎么办 你这单我做不了了 别再找我了 等等 我给了你两笔钱 说不干就不干了 这次不是我说要取消的 你别着急啊 你这钱我也不会白拿 卖了令解流场报告 我需要你给我这个 看日期 19号 两天前 你怎么梦到这个的 我是干啥 你们都被他完了 你这个报告准确吗 啊 回来了 你怎么还敢来 滚 我来给你送救命稻草 你就这么感谢我 卖令锦前天就流产了 原因是精神压 导致的激素水平 所以卖令锦前天就流产了 所以卖令锦的流产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他还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你背上了 杀死他孩子的罪名 居然敢耍我 居然敢耍我 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的小夕啊 你怎么那么傻 你要是这么单纯 你怎么到的关键 你想想 你姐是怎么搞你的 她先当着你的面 装好人 答应原谅 你原谅我 然后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当众反悔 她不仅搞臭你 我也一样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你姐怎么搞你 你就怎么搞她 我要让你再办一场媒体发布会 要比之前那场更大 邀请更多的媒体 当着他们的面诚恳的道歉 你要博取他们的原谅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 你要为流产事件道歉的时候 两出杀手精 如果这个时候再能有一滴 委屈的泪水 那就再好不过了 所有人都认为 是我杀了麦令锦的孩子 所有人都骂我 要我去死 可这才是事实 栽赃陷害 这都是麦令锦的手段 大家的同情心和善良 都被她给利用了 这还不够 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 引导舆论 勾起他们的仇服情绪 接下来就看你的 这家公司 二十多年前是我父亲 和麦令锦的父亲 共同创立 但就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早 麦家彻底独揽大权 这么多年来 麦令锦几乎没有参与过 公司的项目 但却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而真正为公司奉献人生呢 是我们这些兢兢业业 努力工作的人 但我们永远都只能是打工人 而麦令锦 她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拿走绝大多数的财富 是真的公平吗 那些供应商吃回扣的证据 终于能派上用场 我们是麦式集团的供应商 听说他们要解雇苏总 我代表所有的供应商表个态 如果苏总离开麦式集团 我们会立即解约 因为我们是相信苏总的人品 才和麦式集团合作的 各位 经过董事会讨论决定 终止对麦式集团总经理 苏西女士的问责程序 在此 我代表董事会 向苏西女士道歉 苏总 对不起 苏总好 苏总好 苏总 苏总好 苏总好 苏总 昨天你问我凭什么辞退 对不起苏总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你们几个被辞退了 自己收拾东西走人 哦 对了 还有那个往我门上写字的 字绝一点一起滚 省得我去查检口 把你揪出来 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谢谢爸爸 这是什么呀 公司的股份 股份 那小西是不是也有 小西那边我会另外安排 但她不能跟你比 公司早晚都是你一个人的 爸爸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爸 我会把脉眼之做的那些龌龊事 全都抖出来 我要让他们子女俩 身败名列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最近别过来吗 还嫌麻烦不够多 我当然要亲眼看看 我姐一败涂地的样子 哦 对了 顺便谢谢姐夫的助攻 你自己知道就好 别告诉你姐是我帮你的 你给我滚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这个白眼狼 老婆 我已经赶她出去了 你去休息一会儿 姐 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滋味如何 我的妹妹长大了 汪总 原配跟小三杠起来了 我一定花钱 我这次我一定花 我肯定花钱 哎呀 王总 你这话听到我耳朵都七剪子了 我这次肯定花 我肯定花 肯定花 给个日子吧 到时候要是还不上 你这钱我就不要了 罚了 就这一身五脏六腑 能卖几个算几个 差数我也认了 一个月 半个月 半个月 十天 三天 三天 明天 明天 早说嘛汪总 何必受这份罪呢 就明天 姐 嫁了个这样的老公 我都有点同情你了 是啊 就这么一个窝囊费 还有人要当小三去偷 有没有可能 我是把他当刀使 那就看谁握着刀柄 谁又面对着刀刃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你看一下这个 这几个供应商愿意为苏西说话 一定有利益上的瓜葛 他们应该从苏西的手上 吃了不少回扣 这就是苏西掌握他们的证据 所以能够拿到这个账本 就能够彻底扳倒苏西 我有一个计划 不过 可能需要汪世明的配合 老婆 对不起 我骗了你一件事 苏西都跟我说了 你到底欠了多少赌债 九百万 如果我明天还不上 他们就杀了我 我死没关系 但是我怕连累到你 你怕连累到 你是在威胁我吧 不是不是 老婆你误会我了 他们那帮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担心你 你要是真的担心我 就不会今天才告诉我 是 我没有 我没有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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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辈子 别嫁给我这种人 我爱你 我可以帮你还这个钱 但是 你也要帮我做一件事 老婆 什么事我都愿意 我愿意 苏西有个账本 你是知道的吧 我要你帮我弄到它 咱们这个房源 这个配置 还是 你们是谁啊 怎么进来的 不好意思 请问您是 我是房主 你是谁 您是房主 小西回来了 他们都是我叫来的 这套房子 我打算卖了 这是我的房子 你凭什么卖 这套房子 是我父亲买给你的 只可惜 当时还没来得及 加上你的名字 他就去世了 所以现在 这套房子 跟你没有关系 行 跟我玩这套是吧 我们走着瞧 你想办法 把苏西赶出房子 她走之前 必定会带走 最重要的东西 之后 就轮到汪师明出场了 你房子的事我听说了 卖令金苟急跳墙 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 我给你找了个房子 你先在这凑合凑合吧 房间里面的洗漱用品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怎么样 还是姐夫对你好吧 还生你这气的 别生气了 我带你出去吃个饭 回来再帮你收拾行李 顺便的收拾收拾你 烦人 走 等汪师明支走苏西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没有账本 怎么可能 真是老鼠生来会打洞 你跟你爸一样 都爱偷我们苏家的东西 找到你要的账本了吗 天下没有不掏风的墙 我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我还说汪师明今天怎么这么好心 屁颠屁颠的来帮我找房子 原来他是被你拿下的 他可真是你的一条好狗 正式通知你 明天董事大会 董事会已经决定把你踢出麦式集团 记得来哦 老婆对不起 他上楼我一个没看住 为什么董事会要把我出名的事情我不知道 他们上午开会刚决定的 苏西那个事你也知道 他把节奏都带偏了 你流产那个事情涉嫌欺诈 所以 他们都签字了吗 还没有 明天上午开会 当场决定 我们还有机会 只要能拿到账本 老婆 那明天信头基金 能到账吗 你放心 我会赚给你的 好 那你小心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到 中南 你现在在哪儿 计划出了问题 账本没有拿到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如果明天上午还拿不到账本 我就会被董事会出名 到时候 我爸一辈子的信血就全没了 中南 你到底在哪儿 开始吧 各位股东代表 各位董事监事 上午好 今天会议 只有一项内容 就是针对 麦令景女士 是否继续担任 麦氏集团总裁一职 进行投票决议 按照公司法 和公司的有关规定 受董事会委托 由我主持今天的投票 麦令景女士 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那么 投票现在开始 同意免去麦令景总裁 职务的请举手 下面由我来计票 票数过半 则决已生效 一 二 三 老婆 你在听电话 喂 让苏西听电话 找你的 你能听见 麦令景女士 你是不是能听见 你觉得呢 他从什么时候 感受到 你知道 看一眼你手机 会议暂停 我找麦总有点事情 你出来一下 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拿到的 你怎么拿到的 我说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总会找到的 那你耳朵有什么时候听到的 小西 你的问题有点多 你以为这些东西就能对付 你利用植物之变 拉拢供应商 行贿受贿金额高达千万 你觉得这些东西还不够搬等 我倒想看看 你还有什么底板 麦令景 你也看到了 现在董事会都是我的人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你放过这一次 我就让他们重新逃票 保留你在公司的位置怎么样 你怕是没有这个资格 这怎么会是 苏西 这账本 解释一下 是啊 麦令景 你去死 苏西 你今天被这公司干这种事 我说明 你也有份 你胡说 你有证据吗 我知道账本的事 你也有份 但是 只要你能帮我扳倒苏西 我不但可以帮你还钱 而且你对公司做的那些龌龊事 我也可以寄我不救 你行 麦令景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帮我你的 公司说我苏家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跟蔓远迟生败名列 苏西 你被董事会开除了 放肆 老婆 你没事吧 老婆 你耳朵什么时候能听见的 这么大的好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 汪世民 你现在的样子 真的让我觉得恶心 老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是关心你啊 还有 我答应你的事都已经做到了 你说 你已经给我转账了 我怎么没收到啊 是不是银行需要验证码之类的 你没发给我 你是真蠢 还是假蠢 你真的觉得 我会给你九百万吗 那 你刚才说的那些 那都是骗你的 老婆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会害死我的 你知道吗 那你就去死吧 我先弄死你 王总 怎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呢 这有两份协议需要你签 只要你乖乖签了 我可以帮你还一百万 赵总说了 这一百万 可以帮你续一个月的命 什么协议啊 一份是离婚协议 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 什么股权转让协议 当然是你持有我 卖士集团的股份 卖力机 我弄死你 别动手弄脚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你卖士集团 拼了一辈子的命 给你当用作马 为了就是一点股份 要我的股份 就是要我的命 账本的事 我可以帮你藏 也可以帮你量 而且 我愿意花一百万 买你的股份 已经够意思 赵总 赵总你听我说 你把我放了 我这个股份 价值一千万以上 你一百万从他那买 你亏大了 博总啊 你要是舍得 卖你那点股份 至于到今天吗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这次把我放了 你把我放了 我肯定卖 给我点时间 你打住 后半就我外厅 我没时间 还是你老的靠谱 人家给现钱呢 赶紧签了吧 别人敢等着 连马 乱立记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等等 你做梦也不会想到 蒋中南会背叛你吧 你怎么知道 蒋中南 我雇他杀人 我当然要调查他 蒋中南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接近你的目的 你真的清楚 你快去看看 里面起应了 ya 把老蘇死那天的監控全部閃掉 好的麥總 那蘇總的遺物 全部准备掉 有任何痕迹 一会儿开会知道要说什么吗 第二季度报表已经准备好 接下来看麦总您的意思 张经理适应得不错 记得把苏西的东西打包给我寄走 记得让法务部联系她 把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 好的麦总 麦总 苏西的东西您看怎么处理 剩下的我来解决 你先出去 资料我已经发过去了 多久有结果 已经有结果了 蒋中南在国外的时候 确实做过私家侦探 但是他回国之后 就不知道在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正在调查他的具体位置 还需要一些时间 没事吧 王世民 你以为麦麟锦是什么好人吗 你有今天全部都是因为他 苏西你别再折腾了 一切都结束了 再不走我们就报警 苏西 念在姐妹一场 我就不报警了 你走吧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老婆 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多年 我这次是真心改过的 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包好了 老婆 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求你最后最后最后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好吗 爸爸 爸爸出事那天 你在哪 老婆 你怀疑我 你知道的 爸爸的死 一直是我的心结 好 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真相 但我想 我告诉你以后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以吗 那天 我加班到很晚 刚准备回家 小夕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回家 怎么了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怎么了 没事吧 小夕 我是你姐夫 听说了没 昨晚卖走心脏病 都发去世了 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工作群都发了 我才入职几天 对我们公司会不会影响 这些客人的发生 太突然了 对啊 快去快去 快去 苏西 苏西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姐夫 昨晚我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吗 早卖的死 跟你有关系 你要告发我 你别忘了 昨晚所有的监控都拍到 我在你车上 你逃不掉的 苏西他就是个疯子 我怕他发起疯来拉我下水 所以我才逼我自己忘了这件事情 直到你现在问起来 我才敢告诉你 老婆 都怪我 我对不起你 都是因为我太软弱 才导致爸爸存实的 时间不早了 老婆 今天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在客厅守着 你上去好好休息 你还是 我 老婆 可以吗 老婆 好 金钱 王世明是骗你的 喂 苏西 你下手这么重 你弄死我 王世明 你还有脸舒服 你刚刚下手有不清呢 行了 不说这样 我现在已经顺利接近白领奖了 看来你平时是没少往我身上扣屎盆子 不然就凭你那个眼睛 你就说你想不想要报仇 想要 你就按计划行事 你是不是在监视我 金钱 这事我暂时没法向你解释 但我发誓绝对不会做任何有害你的事 你相信我 那你把这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 王世明这人威力使徒 我会一直盯着他的 明天我们见面谈 老婆 刚做了早饭 赶紧趁热吃 不烫啊 赶紧喝吧 以后上班迟到了 时间不早了 我先去上班了 你注意伤口 注意安全啊老婆 说吧 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躲着我 王世明说你回来其实另有目的 这话什么意思 你到底在做什么 先看一下这个 苏大海死了 他刚才不是跟您在一块吗 别问 监控是不是拍到我跟苏大海了 对 那是监控 帮我把这段监控视频删了 绝对不能让苏西看到 回去 这个东西你怎么拿到的 从苏西那找到的 保护你的确是我回来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也不相信是麦树杀了苏大海 但我觉得只有查清楚苏大海死亡的真正原因 才能解决这一切 你查到什么了 你知不知道苏大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是跳楼自杀吗 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啊 那你知不知道 苏大海留下的遗书 是麦树伪造的 王世民 你还有脸来 这是我家 我怎么不能来 要不是你 我早就报仇了 你想不想要麦圆芝杀你爸的证据 麦圆芝的遗物里一定有 我能帮你拿到 我们合作 但事成之后 我要卖是一半的钱 你要我怎么做 小夕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麦圆芝的亲生女儿 小夕 我是你姐姐 你被我爸收养了那么多年 我一直拿你当亲姐妹看待 你是指 害得我家破人亡的亲姐妹吗 要是我爸真的是坏人 那这么多年 为什么要一直对你那么好 那么关心你 当然是喜白他自己啊 毕竟谁会怀疑一个既是好兄弟 又是好父亲的人呢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我很清楚我爸的为人 麦琳芝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爸爸 小姐 爸爸没事 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就当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什么都没看见 啊 怎么不说话了 难道是被我说中 我爸不是那样的人 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 当年所有调查结果都表示 我爸没有问题 苏叔叔 是自杀的 谁知道他在其中干了什么龌龊事 随你怎么污蔑 我爸是清白的 麦远智杀了我爸他是凶手 那你麦令警就是帮凶 我对比了苏大海遗书中的自己 发现顿比处的习惯和麦叔叔一模一样 麦远智杀了我爸他是凶手 那你麦令警就是帮凶 求证老苏现在已经死了 关于他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没错 我和老苏在天台的那一段监控录像 也杀了吧 好 我知道了 以后但凡有人问起 就是我遗弃坏了 想要查明真相 你还是去找找麦叔的遗物 我和老苏在天台的那一段时间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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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見死不救嗎 你想撇開我獨吞公司是嗎 我 王世銘 王世銘 老婆 我知道你在找什麼 蔓延正殺害蘇大海的證據就在我手裡 你想怎麼樣 你來河邊 我們見一面 你來河邊 我們見一面 怎麼是你 你在這裡做什麼 等翁世銘 等他給我蔓延正殺我爸的證據 你說了 我拿到證據了 蔓延正 你就是想逼死我 我非我們兄弟一場 你真要做到這個地步嗎 蘇大海 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事 對得起兄弟這兩個字嗎 我沒做錯 就這麼個公司 我們累死也賺不到多少錢 不如把錢分了去撥一把 不敢 老麥 蘇我求你了 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發誓這是最後一次 你總不想看到蘇星這麼久就沒有爸爸吧 啊老麥我求你了 我的為人 你是知道的 賭徒有什麼為人可說 老麥 你真的要見死不救嗎 我怎麼救你啊 這些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的 你自己退出公司了 你什麼意思 你想撇開我 我不行 不是我獨吞公司 你借了公司那麼多錢 全都拿去賭 都輸了 這樣公司會被你拖垮的 我不想聽你這些廢話 你 錢給還是不給 公司的資金鏈已經斷了 我拿什麼錢給你啊 拿我的命給你啊 你 還不上錢 你怎麼是拿回放開我的 你要自己貼死 原來 蘇叔叔是欠了賭債 蔡子殺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爸爸會做這種事情的 我不信 是你 是你偽造了證據 你和汪世民何情緩來騙我 說 是不是你偽造的 是真的 我沒偽造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只要你承認是你偽造的 我就放過你 你說 我相信 他是真的 我沒有騙你 是真的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騙子 你們都是騙子 都在騙我 你們都是騙子 都是鞭子 没事 姐 姐 我都不尽你 姐 姐 妈叔叔不是我杀的 是王世民 是王世民杀的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姐你信我 我有证据 证据在哪儿 证据在我家 好 那我去开车 小心 小心 抱疼 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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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身体这么虚弱 你赶紧躺下休息啊 别碰了 苏西在哪儿 苏西 老婆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什么事 不记得也没关系 我都帮你处理好了 不会有人知道的 苏西到底在哪儿 老婆 是你杀了苏西 那天 我赶到河边的时候 我看见你正抱着她 姐 你能原谅我吗 你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能够原谅你 只要你能够原谅我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我要你 去死 老婆 别 老婆你去哪儿 我要去找苏西 苏西已经死了 汪世明 你就算要骗 也要编个像样的理由 你以为你这样我会信 老婆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我要你 去死 老婆别 老婆你疯了 这就是你杀人的证据 你以为这点伪证 就能污蔑我吗 我现在就去报警 老婆 我做的可不止这点 你约了苏西在河边见面 然后苏西就失踪了 对了 你现在身体里面含有 维静药的成分 当然是我给你注射的 你现在去报警 你看看 到底对谁更不利 你到底想干嘛 唉 这样吧 你先陪我舒舒服服吃个早餐 然后去公司宣布一些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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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